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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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神 欢迎我们的杰铛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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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杰铛虎佳琪 我们现在这个干话片呢 有一个新的绿桌啦 Aggaration Aggaration 今天就是要开心嘛 要开心就要什么呢 来 有Aggar 之前我看Tosh的好像是小杯 女神来我们要稍微不一样 什么 来来来来 还是会有的 这个是跟倒啤酒一样的吗 应该是吧 今天喝了现在多 Oh my god 你们的第一杯那个乳哦 真的是 哦 哈啰 好冰啊 希望说可以往content creation 这一散 而且因为我跟我姐姐之前也是有做一些YouTube的东西 而且在哈的频道那 所以可以跟你们学习啊 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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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自己的心态也不是对的 嗯 就因为我会开始比较 为什么人家 年纪比我小 嗯 可是比我吃出道的 都已经有的 当 女主 嗯 可是我还是一直徘徊在 当人家的妹妹啦 当人家的这个那个啦 其实在Media Club真的是蛮幸福了 我遇到很多贵人 跟伯乐 其实你们也算啦 讲真的 我们没有给你主角当啊 虽然有啦 有啦 虽然有点像啦 虽然蛮香啦 那对我而言 姚子柒本身就是个很好玩 很好发挥的一个角色 而且是很符合我当时的那个状态 所以对我来说你们真的帮了我很多 所以出来也是一点好事啦我觉得 可是我真的很感恩有新传媒 因为要不是新传媒的话 我可能今天也不会跟你们坐在这边 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一下 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你见我姐姐比较 你没有见错 没有 没有 你叫我的名字叫错 我见过两个人同时出现了 我见他超早 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 incident 讲啦讲啦 到啦 到啦 那个时候你记得你拍格林平达4吗 你是那个台上的那个表演者 我是跑龙套的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感觉他们人还蛮拽的 因为他们是主要演员嘛 然后我们就是在旁边的就休息 然后又我这一场戏而已 原来你也体验过我体验过的感受 上次你讲完了人大玩家 就上去弹了一首歌嘛 然后在那之前 其实我想要try to聊天啦 可是就觉得哇 好大的距离感喔 人家感觉是明星这样 我们感觉就是 因为那是我第一部戏 然后我其实真的蛮内向的 他们两个其实是非常nice的 欸你沒有演118 我說不是我 那是我姐 我什麼都沒有做 我就有那個Crammy在了嗎 是不是跟我都不穿線 我應該打個電話跟我媽講一下 你為什麼不要生多一個一模一樣 哎呦 這是緣分的東西啦 這麼不能強生的啦 她在生我的時候 我就差一點跟我媽媽一起上天堂了 所以對我來說 我能在這邊是一個奇蹟來的 所以不要辜負我媽媽 所以我 真能感謝你們 叫不下來 像你媽媽還是爸爸 不是啦 我想講 就是關係上面的一些互動 我感覺我已經上頭了 趁這個時候快點講 他自己上頭 有機會喝酒就喝酒 再也不知道 阿龍你們全部 我應該是我真的最愛喝的 看得出 So Brad One放上YouTube的時候 我就一定有關注 試鏡的時候我就有說 我很喜歡這部 片 然後我上去看的時候 我就想說 有一天如果可以跟他們合作 那該多好 大家 把你們的夢想變成真實 OK 我覺得這個要說一下 其實我們audition已經完了 他就 訊息我 他想要參與這部戲 我就把 稿子給他 其實我給他的時候 我心態是想說 OK啦 給你試試一下 不一定會中的 哈哈哈哈 有時候我會希望 在某個點裡面 你給我那一點點的驚喜 可是很多人每次看到 可能這個大老是講說 你要酷的 然後那些人就是 酷得很低手當然 他反而在別人都在做的那個點上面 他沒有怎麼做 我看到了那麼一點點 有些設計 除了你有企圖性以外 你還有想辦法 讓自己有那麼一點點的不一樣 我覺得那個很重要 你們這個production 是我最和樂榮榮的一個production 我很想買東西給人家吃的好不好 對 他真的 他每天在片場 就算不是他的戲 他都會下來 我買了些東西給你們 大家來來來分享 因為我想要就是分享快樂 因為你們真的是弄到我很快樂 所以我就想要把這個快樂給分享出去 你說快酷是我最肥的 最可惡的就是誰在這裡 終於找到了 在他走的時候 你跟全世界講說 我們其實是在一起 好多款式都會講說 你在趁熱度啦 那個對你的心靈上面會有很大的衝擊嗎 一定會有的 我需要的就是 大家的角度都不一樣 我是選擇說 聽那些鼓勵的話 要不然我只要跟就是 OK 沒事沒事 先呼吸 就是 很容易就是 跟著他一起去 可是因為我想說 如果我媽媽是那麼難 把我生下來 我就這樣子了 我是不是很不小 我就想不可以啦 不可以這樣子了 這樣子他一定罵死我的 其實他們很愛我 我也很愛他們 所以我就想說 為什麼要去聽那些不好的留言 其實我看到有些留言 我其實蠻火大的 你就想說人家一個女生好好的 憑什麼就在那邊被你們攻擊 對不對 有種的話你就站出來嘛 不要在鍵盤前面 這邊講一對有的沒的 有種就過來 其實對我來說是好事 那就代表說他們其實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東西 好棒 靠音樂電影 很多人叫我去看醫生 我覺得如果我需要靠一個人的話 那就是說 我沒有真正的把自己給證做好 所以一直來我都是 一直跟自己講說 你真的要堅持住 我做得到是因為我身邊的人 都真的很棒 很多時候就算是拍戲都好啦 來他教會了我很多 然後人不在的時候 腦海裡出現的都是這些回憶 就是可以從他身上學到的 全部我自己下載下來 後來就是因為我做了那個 帶你去走走 我給他看 我講 你覺得怎麼樣 他不是一個很會說東西的人 他就講說 而且我好像看他偷偷哭過 他看那個戲的時候 我就想 哇 我好像有揍對東西耶 yeah that was how low my confidence level for acting was 我曾經收到大老闆 就是Miau Vinta 的一個 request 哇 你可不可以幫我寫一首歌 然後這首歌是講說一對情侶 男的 她有癌症 然後堅持了兩年之後 離開了 那個女生到現在 還是很想念她 當我完成了這首歌的那一天 也就是剛好事情發生的那一天 最後是放在首歌裡 叫做孤獨的通話 雖然我不知道 我的心跳什麼時候會停止 但她確實 曾經很勇敢地 會跳過 你知道嗎 其實我已經很幸福了 對來說這種不可能是會完全走出來的 我的下一個男友還是未來的老公 她需要包容的很多 是她比較幸福 你要做的比我還要多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破碎的一個人 雖然曾經想過 哎呦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東西在我身上 為什麼是我 命運就是這樣子囉 所以我可以做什麼呢 就真心的希望你可以慢慢地愈合 慢慢地修復自己 很土的一句話啦 人死不能復生啦 我們的人生還要繼續 我覺得 有些東西可以一直放在心裡面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管道去把它抒發完 然後把自己的人生過得更好 走得更遠 我覺得那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突然想起我以前有一首歌就是 沒有辦法忘記的 但是如果你要放棄也只能夠放在回憶 對 有什麼話想要跟她說的嗎 我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 把這個人生給過好 然後就是拼命地再記得 因為下輩子還是要遇到她 對 還有就是你的家人們都很好 不要不放心 下別子見 好啦 我覺得今天 哇 傷感的東西好多 呀 拖著都沒有架 拖著來就是玩的 你們幹嘛 來 多一瓶 我們今天就早一點啦 我們做這個收尾啦 好不好 好 沒有事的話我們就 退航 我們下一個來吧 我們下輩子 去示範 我去吃 Penn 開登 我們下輩子 我來理解 我們下輩子 快樂 我們下輩子 我來 我們下輩子 下輩子 我們下輩子 就在這段